今天这个题啊 我们来讲讲李嘉诚 哈喽你好 这位网友在线吗 还在我们线上吗 是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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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你有什么 我想 嗯 您说 我想趁着早 今天不好意思啊 那个 那个 关于李嘉诚的事情啊 他居然欠中央不要摘瓜 那就让他放水吧 他在香港赚了那么多的钱 年轻人都为了买不起房子 住不起房子 有很大的原因是他嘛 对吧 所以说让他放放水嘛 他那么自告 那个欠中央的话 他自己先以身作则吧 所以对我们今天这个话题 您认为他是有地产霸权的 他并不是替罪羊 对吧 对 他 嗯 他应该负责任 好 明白 哈喽你好 这位网友在线 是 可以听到吗 可以听到 主播你好 你好 你好 嘉宾您好 我就是想说那个 李嘉诚不会当做替罪羊 李嘉诚自己就是罪人 所以他不用替罪 因为什么呢 这么说呢 就刚才那个嘉宾讲的 他囤图 然后那个从道义上讲 他是一个不好的 但是呢 就是说 他那个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 董建华提出的那几条 建香港的那三条 那个 主张 那个 但是被董建华被赶下台了 你说这是谁在背后的主谋呢 那肯定呢 那肯定就包括李嘉诚在内了 但是呢 为什么要中央政府 要从李嘉诚这个头 带那个带头人来来给他一下子呢 这不就是 就是让其他的人也都自己好好反思反思 主张这种并没说你什么 就并没有给你什么 什么 就是那种采取措施 从舆论上 从道德上批判你下 这有什么不可能 你比如说 像美国 美国能把财团为了自己的利益 弄到中国去了 什么 结果呢 现在 美国人气愤了特朗普 那个 特朗普就生气啊什么的 然后就让他们撤回来 他们呢就 就给你那种怠慢嘛 想撤就撤 不想撤就不撤 但是呢 所以特朗普也整他们呀 从娱乐上批他们 而且呢 还要Antitrust嘛 对吧 把那几个谷歌 那些大的那些 互联网的公司什么的 都叫去都批他们嘛 一样的事情嘛 是 所以呢我觉得那个最初那个网友他担心 不要担心 绝对不 你马云下台怎么样 马云他就自己就说要下台的 你就说他可能觉得不爽 就咱们也不知道嘛 谁也不知道 没错 但是他就说我跟中国政府不爽 我就提前退休 那又怎么样 那他的接班人都他手下的哥们啊 那现在不是也都是那种 霸佬嘛 就是那种 霸佬的那个财团的那个主子 哪点粗 哪那个 sist没有broken 是吧 是吧 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像那个华为这种的任正非这样子的 他持有道义啊 他不仅自己发财 他让那个员工们发财 而且给祖国争光 而且呢就可以 马云也是啊 马云他自己退休说了以后 他军军了以后啊 要就是要青山绿水 要给贡献 给那个祖国贡献青山绿水什么的 那这些人就有道理了 那你说李嘉诚他做了什么了 跑到那个英国去了 所以我就说那个网友不要担心 他就是那个夸大其词 自己吓自己还吓别的商人 那个中国政府不是那么傻的 而且中国的政府有很多的精英 告诉你不是那么傻的 所以 好 先收到你的意见 谢谢你打电话来 嗯 好来接听下一位的电话 哈喽你好 这玩偶在线 有什么观点和我们分享 嗯 你好你好你好 嗯 请讲 这个节目真的非常棒啊 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 感谢你 然后呢我是 看到标题是地产罢钱 还是说是替罪羔羊 嗯 那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李嘉诚并没有资格去当一个替罪羔羊 嗯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香港的问题啊 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 它是有各种因素引起来的 首先就是不管你是想说要民主 还是要经济 那可能是有的人认为是因为经济 对年轻人的压榨 对 可能会要去反抗 我不认为他们这是一个反抗 但是呢我认为李嘉诚呢 他可以说他是地产罢权 但是他不一定是替罪羔羊 因为他还没有达到那个需要有人去替国家去飞锅的这个 或者去香港去飞锅的这个程度 嗯 那说他是地产大权呢 我觉得是没有说错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作为中国大陆人来说 最深恶痛绝的公摊 好像就是他想干的 所以你说他是地产大权 对对对 然后呢 然后再有一个他上一次他说是做了两次表态 那么作为一个商人 为什么会让这么多人来怼他呢 是因为他做两次表态 我觉得他的两次表态都非常不聪明 那第一次可能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什么 皇台之瓜何堪再摘 对 我认为他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皇台之瓜何堪再摘 就是说你们都不用摘了 因为这些瓜我已经都摘走了 对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 是是是 我认为他肯定是想表达的是这个意思 然后第二 一个宽容一点点 我觉得他实际上 他已经意识到他自己很危险了 又不想两头都折罪 因为他现在已经都跑到英国去了 他的社产都已经转移完毕了 所以说他对于中国来说 我觉得中国政府可能有点不太难道 然后就是现在又想拉拢一下 表态一下然后拉拢一下香港的年轻人 到时候 万一你们成功了 不要怼我 明白 我说对年轻人也宽容一点 我觉得这个人是属于一个老奸巨华的 所以说你说他是地产霸钱 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替罪羔 可以当替罪羔 但是他没有资格去当替罪羔 主持人好 你好你好 感谢打电话过来 对今天这个话题 你有什么想分享的 请讲 首先我认为李嘉诚 现在被中国大陆的官媒狠提 我个人观点他们是在转移矛盾 因为李嘉诚作为几十年 在香港常驻的地产商 香港向来都是从 新的开步以来 都是算是一个相对公平正义法治的社会 那么他就是在走资本主义的这一套的社会体系 能者就可以赚到钱 那所谓的香港地价被几个地产商垄断 那也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结果 对不对 那现在中国官媒把这个地价高涨 然后年轻人都买不起房 把这责任推揪到几个地产商的身上 我觉得这是不公平 那他讲李嘉诚网开一面 那么之前对这个九七金融危机的时候 什么他的物业这些小业主要求他 减免一部分的租金或者是怎么样 他根本就很残忍的拒绝了 我认为生意是生意 然后人情是人情 现在我觉得大陆官媒是在把这一块混为一台 那么前一阵子我们看新闻 中国大陆也在把很多的大陆的房地产的国企 准备要进入到香港 谁又能保证说这些国企进入到香港之后 若干年之后不会成长成长为李嘉诚一样的 所谓的垄断或者是抬高房价并产商呢 我觉得这么对李嘉诚是不公平的 那李嘉诚只不过是出来讲了几句公道话而已 说他是替罪羔羊 只能说是在现实现客吧 被吹上了风口浪尖而已 但是我认为 如果从公平法治的社会来讲 李嘉诚没有什么错 好收到 你只要是听的是中国大陆的这些官媒 嗯明白 收到你的意见 谢谢你打电话过来 谢谢 好哈喽你好 热网在线可以听到吗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你们好 嗯 我觉得李嘉诚是百分之八十的地产霸权 百分之二十的赛罪羔 嗯 为什么 首先李嘉诚在报纸上登的这个广告 本身就是多余 什么黄财之瓜 谁可 何堪再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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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话是多余 这话给人有很多的遐想 这话是暗喻着支持那个 香港的那些示威或者是 暴动的那些分子 是 啊 就我们就不用 什么其他的手段 强制的手段 来处理这一批人 来打击这些人 制裁这些人 这句话不应该李嘉诚说 李嘉诚按理说 我作为香港 有身份 有地位的 一个重要的 地产界的人物 一个大王 应该替政府说话 站在政府的角度 包括地产界的人士 站在政府的角度 呼吁香港要保持稳定 大家不要上街游行 有话我们好商量 有什么问题 我们好决定 好处理 应该站在林郑月娥的立场 来稳定香港的局势 而不是在报纸上 登出这么一个东西来 嗯 这首先是不对 第二点呢 这一次香港的暴动 所谓香港的游行 很大一部分 就是香港的社会矛盾的高压锅的总爆发 为什么说 你香港的这个地产 现在房价卖的这么高 香港的老百姓 按照现在老百姓挣的打工仔的工资 50年都买不了一个香港的房子 还要不吃不住 不吃不喝 50年啊 40年到50年 也许才买一个很小的香港的新楼 可是在大陆 在美国 你10年20年 在二三线 三四线这样的城市 不说北上广 你就可以买得到 10年到15年 如果你有工资收入 你有贷款 你就10年15年 你就会工完了这个款 可是香港人就工不完 然后现在大陆的人有钱了 去香港去投资啊 买楼啊 购物啊 大陆的来香港 给香港那个送钱来 可是香港呢 往看到大陆人的富有 往看到大陆人的消费 然后就反对大陆人 其实就是香港的资本家 把这种对老百姓的剥削 转嫁给大陆人的身上 Hello 你好 你在线上 可以听到 你好你好 对今天这个话题 你有什么意见 请跟我们分享 我觉得李嘉诚被批 一点都不冤 我觉得他就是自有应得 我觉得 虽然 对吧 我觉得他跟 那个 就是 政府吧 就是我就属于一丘之鹤那种 因为你想他在中国 挣了那么多的钱 对吧 你说这块土地 政府给谁开发 不是开发 我给李嘉诚 那你李嘉诚就赚 那我给什么李而愣 那李而愣 那李而愣 那他就赚了 李而愣 是 对吧 所以然后呢 你想李嘉诚他在中国 赚了这么多钱 那他能跟官方 劈得干净吗 那肯定是有官方政府 在后面大力支持他呀 然后呢 他在中国赚这么多钱之后 他干嘛了呀 他卷钱去投资英国了 那就 你在我这赚这么多钱 然后你准备跑了 那怎么可能那么 让你容易这么走呢 然后呢 你像现在政府对吧 在香港那事上 我遇到困难了 你现在没有说 出来支持我 帮我 你还在那说那些 磨了两口的话 所以我觉得他 就是本身自己就不干净 然后你既然跟政府吧 就是有那种协议啊 就是那种 就是没有明说的协议吧 这种 我在你这盖地赚钱 那你支持我 那这个时候政府需要帮助了 你就应该站出来 所以我觉得他被批 我觉得属于很正常的 要不然你觉得啊 政府不干净 或者说怎么不知道 那我就不赚你这个钱 对吧 世界上那么 世界上大了 你为什么非得在中国这儿 改房子呀 对吧 而且这个话题 嗯 你觉得我们今天这个话题 我老师跟这个 李嘉诚 您说您说您先说 嗯 李嘉诚他就盖房子 他对香港有什么贡献 他没有说帮香港对吧 发展金融啊 科技啊 产业升级啊 对吧 他就是盖房子 然后就赚人的钱 他对香港我觉得 没有那么大的贡献 明白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说 他您肯定是认为 他是地产霸权 对不对 那您认为他有没有在这一次被 当成替罪羔羊吗 我们他不是替罪羔羊 他就是 最有应得 最有应得 对对 前面讲了 男权替人消灾嘛 对吧 男权替人消灾嘛 男权替人准备跑了 我觉得这个太过分了 不地道 嗯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